如果没有这个华人的话 我想泰国早就被缅甸吞并了 在1752年的时候 缅甸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封建王朝 共亡王朝诞生了 他在建立以后便开始四处破障 甚至连大清王朝都在他手里面吃了不少亏 泰国自然不会是他的对手 不得不向清朝求助 由于泰国每年都向我国进贡离匹 加上缅甸把自己的势力 渗透到了我国云南的附近 所以当时的大清王朝就想给缅甸一个教训 顺便给予泰国应的帮助 那么来泰国经商的广东潮汕人郑信 也在此时站了出来 他在泰国迅速集结了一支部队 靠着这支部队 他最终将缅甸军给赶跑了 并将各地的割据势力一一扫除 光复了泰国 而他也被泰国推举为领袖 深受泰国人民的爱戴 如今在泰国广场中央 还建有一个郑皇达姓纪念碑 这个就是来共奉他的 后来郑信的部将 却克里磨杀了郑信 自立为王 建立了曼谷王朝 而他则是被尊为拉玛一世 不过当时的清王朝 只承认郑信这个国王 而拉玛一世也深知这一点 于是他自称是郑信的儿子 郑信得到了清王朝的承认 拉玛一世为了把故事 编得更加真实一点 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叫做郑华 并且也给王朝的子嗣们 都起了郑信的中文名字 后来这个做法成为了习惯 一直流传至今 那么如今的泰国国王 就是曼谷王朝的第十任君王 称为拉玛十世 当然也是有他的汉民了 具体叫什么呢 不方便透露 因为这个国家规定说 不能够随意谈论当今的国王 不方便 不方便